来,起来的啊,这个啊,每日羚羊啊,很重要啊 我们的羚羊啊,需要吃神 神的羚羊,这个才能饱足的啊 所以,每天一起来啊,闲来鼓每日羚羊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看约翰艺术的第三章 我挑选的是第三章的十八节 其实这个是蛮经典的经文 我鼓励你可以把它记起来 他说,小子们啊,我们伤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个言语和舌头上的意思在讲道就是说 不是常常在讲道理 不是常常好像只是在说方言 这样子 也就是他要我们不要只是用嘴巴讲的 用嘴巴只是表达啊,我很爱你啊,我很关心你 让在行为上,在行为还有诚实上 那个诚实指的是一个真心的关怀 真心的关怀 所以我想如果接着昨天所说的 我们在木道友里面 在木道友里面,我们有没有让他感受到爱跟关怀呢 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前屋主 徐先生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不时,我并不是每一天 但是我想,我有一阵子我会为木道友来祷告 我每次在为木道友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在我的名单里面 那我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完,我有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想法,我就传给他 让他感受到 所以我自己感觉到他有接受到我的真心的关怀 真诚的关怀 没有一个好像厉害关系的 我记得曾经我邀请他到教会 在刚开始认识他们一两次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传到我,我还没有办法去教会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最近的收入不高 这样就是我的手边的现金有点紧张 我就不太听得懂 后来我才懂,哦,原来他是用佛教的概念 异教徒的概念 就是他们到教会就要有商有钱这样子 所以我就懂了 我就告诉他说不用 我们的神是完全 他就是,就是 他要你就是一个就是什么 甘心乐意的侍奉 所以当你没有预备,你不用一定要 好像,好像,而且第二个 你还不是他的 比如说你还不是基督徒 好,你可以不用参与到这个奉献这样 然后另外有一次我也去他家 然后他就说要帮我准备便当啊什么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来服侍你的家 我们去帮助他的家 祷告祝福 我说我们完全是免费的 我们从来没有要你任何钱 好,我们去祝福你 好,我们去祝福你 去为你服侍 都是免费的 这样子 好,没有要跟你收任何钱 这样子 行为跟诚实 好,是一个真诚的关怀 附上我们的行动 所以我也希望你在灯幕大友 不是只是在线上跟他谈 你可以在灵里面更多的为他祷告 好,有什么是神要你可以做的 你可以去灵受 神要你怎么做 让你在传福音上面 让你在一些关怀的上面 是与主同行的 是跟耶稣一起做的 所以主耶稣好像常常有 那么有耶稣的荧光 怎么样的去服侍他 怎么样的去爱他 怎么样的去关怀他 第二个 你自己也要留意 好,不是眼光一直在人的身上 要常常在神的身上 所以你的服侍 不是一直在看他的问题 帮他解决问题 而是回到主里面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讲 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人有需要 我也曾经这样 神没有要我做任何事 神完全没有要做任何的事 我就静下来 我看神到底他要做什么 当我看到事后 好像显明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哇,主啊 原来这就是你的美意 哇,神啊 原来这就是美意 因为神有时候给人一些苦难 是要人起来追求他 是要人起来抓紧他 所以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不要急得出手 好,无论如何 那个行为诚实 我鼓励你 更多的是在 昨天讲的 在住在主里面 在神的高游里面 摁高里面 来去关心 来去真实的付出爱的行动 愿神祝福你 好,记得圣诞节快到了 好,布道会 一个布道会 好好的预备 好好的开始求主 把名单给你 然后这阵子开始 每一次在LINE里面 就开始关心他 爱他 然后甚至可以的话 跟他吃个饭 关心他,为他祷告 好,每一次跟木道友 鼓励你 最好都是你祷告就结束 好,每次看完 就是我为你来祝福 就用祝福来结束 愿神祝福你 阿们